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19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那么昨天晚上因为美国传出新冠病毒的疫苗有了重大突破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美国三大股指的表现是非常强势 反映到A股,今天上午A股也是出现了个反弹 上证指数是重新收复了五日均线 不过在成交量方面确实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么资金面上北上资金今天上午也是进流入25.4亿 另外今天上午板块方面科技股的表现还算不错 这里我们想提一下半导体板块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半导体板块的反弹应该还会继续 只是这里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 所以现在还没有介入的朋友其实可以再等一天 那么关于半导体板块反弹的看法 我们会在晚上再详细聊一下 另一方面 昨天有个朋友提醒我们去关注一下关于头盔的消息 这个确实是我们疏漏了 那么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最新要求 接下来所有骑电动资金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和当初的ETC有点像 都是因为政策的推动导致了短时间内销量出现爆发 那么按照A股凡第一必炒的逻辑 我们认为有短线操作能力的朋友 可以去适当关注一下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内容 我们晚上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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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